年轻选手看看能不能给我们带来一些惊喜 比赛开始 其实给他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 他现在就是 一上来利用发球连得了两分 接发球也是搏杀 配的时候 全球员是书凯的挑战 4比2过关 好球 漂亮 越来越涨之后水平越来越高 也会碰到年轻运动员来拼他 所以说这场球呢 这场球 一个非常好的历练 前三板技术 以及头脑的技术 右手横板两面反交 冲劲十足 两面发力 八面威风 所以这场球呢 我们看看这个全开 六比四 再加上这么多年的经验 能够跟不同的搭档形成 正手上程当中他能打出高质量 三 六 好的 这位小将啊 这个发球 直接紧发得分 漂亮 这是一个炮量 这是一个炮量的 果断 是 调打 调打的力量不够 上选的当成机会球来打 完全调动了许新 11比7 这位小伙计划 首先第二局是许新发球 都是遇到了挑战 你像世界排名第一的女子丹丹 陈梦 前两轮都是四比二 而且都是 插鞭呢 二 二 曾赶博 好球 非常 连续的白短 好球 连续的抢攻 这位小伙计划 猛打呀 对 这个许新是不温不火 静观其运 三 四 五 胜 胜 胜是短球 八球 现在老队员相比较是明显不足 他就是想用一股气势 漂亮 三法 他现在被称为天下第一正手 他的正手势大力尘 并且角度特别刁钻 漂亮 这是第二个这个球了 对 上一 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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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但是要正手对 漂亮 漂亮 五 三 三 八 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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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五 六 六 五 六 六 六 五 六 五 五 六 六 能够进入到这个光荣的集体 进入到这个光荣集体之后 你看这个男队这次团体赛就16个队 16个团体要全部调过来 服务于这个乒乓队的这些主力 实际上这次你看我们这个奥运模拟赛 国家的这个选手 找个对手训练都非常困难 可以说对我们中国乒乓球运动员 影响是比较小 现在完全进入 打得非常别扭 好的漂亮你看非常有心得 就好比打张本志和 那么许新是 来说在他成长道路上还没有见过 11比2 竟然是纸板战胜这个众多优秀的 对刘亮主席呢也是第一个纸板 用纸板横打技术的选手 对 并且王浩呢一直是在顶尖行列 连续三次进入奥运队的决赛 反冲 那么还是 他还必须得逼搏到 就前三板 所以发球抢攻的是他们的优势环节 年轻拳手很别扭 有的时候对不上点 改断之后再反手凝 是吧 借力打力这种就给他化解了 是 这个确实有点气势汹汹 但是呢 可能过早的就暴露了自己的底牌 不 他就不行 是 但是他这种夺杀呀 他很难保持稳定性 11比5 对于年轻选手来说 这需要一个成长的过程 看看双方的对攻正手 这种长寿的光脚都不怕穿鞋的 对 到现在这种气力来去拼一场球的时候 大家就可以想想对面得是一个 好球漂亮 8比3 你看这个全开源的这种投入程度也不如一开始了 是 这个也可以理解 就是 一旦受阻信心受挫 太被动了 9比3 11比4 这样许新又赢下了第5局 虽然呢 在前两局啊 是遇到了年轻小将全开源墙里的冲击 但是许新的这个老练啊 包括他的经验 还有 小伙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伙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